牽引他反而就是會走下坡 所以說老虎明年也非常小心 所以他整體運勢在第六名 剛好在中間啦 不上不下 修後耶 但是其實還是及格的 如果說他好好的運用自己的智慧 其實他可以走出他自己的路 好 我們來看一下鼠兔 鼠兔也有一個天喜心跟太陰心 所以明年鼠兔啊 其實呢 家裡有一席就可以擋山災 適合結婚 然後呢 我們講如果你是宅男宅女的 在鼠兔明年呢 可以遇到好的對象 所以非常恭喜 好 那我們看鼠龍的 鼠龍就 你秀誰 我是牛啊 你也是牛啊 對對 我們打算 我們互相請示範 我心裡在心謀就OK了 好運就算了我 我這個是什麼 這個 我好運就算了你 好啦 我們在旁邊去看哪邊 你又輸什麼 我輸什麼 輸什麼 鳩姐我也輸你 你也有喔 這三隻牛耶 哇 牛氣噴嚏 好 我們來看一下生肖鼠龍的 因為有一個巴座跟雪刃 那這個雪刃心呢代表什麼 代表意外雪光 所以明年鼠龍的話要特別注意 就是有開刀的問題 有時候有一些影集啊 在新的一年呢 尤其就是容易因為你的健康的狀況 讓你的事業呢 可能面臨到一種轉折 或是停擺的問題 好 那我們屬蛇的喔 屬蛇的話 在場屬蛇 對啊 兩條蛇 兩條蛇 就小龍 其實屬蛇確實去年太歲 真的是比較多的風雨 那其實在 準 準 準 新的一年的話 因為太歲年嘛 新的一年的話 有一個太陽星跟一個晦氣星 但是太陽星又是利男不利女 所以說女生的蛇還是要特別的 還是會有點辛苦 因為去年的那個 我們講說晦氣呢 還是留到今年 但是屬蛇有一個方式可以改運 就是把家裡的擺設 風水稍微調整一下 改變一下環境呢 改變心情 那我相信這個運勢呢 一定 你看算是第七名喔 但是呢它還可以往上 所以說屬蛇來講 太陽星是利男不利女 那女生的話呢 還是要注意就是說一些 我們講說桃花的問題 還是要特別留意 馬連屬蛇的感情怎麼樣 因為新的一年屬於三會啦 三會來講的話 其實我覺得有時候呢 會有愛情嗎 新的一年會有愛情 會有新的貴人 但是呢他看不到 為什麼 因為中間會有一個人擋住 我們講說可能有一個 我們講鼠蛇來講 新的一年也是一樣 中間 因為它是三會嘛 三會年的話呢 不要聽太多別人的意見 有時候你透過中間的人去傳話 不如你直接去表達 這樣會更直接 因為是我們明年看不見那個人就對了 多補充一下 那個真的 如果是以蛇的貴人是在基於 室友醜啦 室友醜三會嘛 有時候如果你真的是犯太歲的話 這些人是可以 自己的貴人是可以合作的 比如鼠鳥跟鼠雞的 喔 OK 你說什麼 鼠鳥跟鼠雞 鼠鳥跟鼠雞的是屬蛇的貴人 喔 屬鼠是貴人 貴人是三合 三合 好 欸 好 再來 稍微注意一點 好 我們就是把那個六到十二 把它 竹馬的犯太歲 犯太歲 犯太歲的話呢 就是還帶一個見鋒心 所以我們很多人會說 太歲當頭座 無喜恐有貨 其實太歲其實不可怕 重點是要謹慎低調 因為在太歲年的時候 你情緒會特別的浮躁 而且你原本很有智慧的 但是因為太歲一路做 你發現你的智慧完全不見了 對 而且你就覺得火燒屁股 做很多事情就很急很急 所以想要趕快衝 好 所以生肖屬馬的 就是明年輪到你了 所以說這個太歲跟見鋒 就是說你一定要謹慎低調 其實呢 太歲年還是帶個金貴心 金貴心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你還是可以賺錢的 但是呢 你只要謹慎低調保守去做 我們講說穩定中求發展 你還是可以賺到 我跟你講 探錢沒人知道 一定要低調就好 好 那我們看一下屬陽的 屬陽就是六合年 六合年就是歲合 歲合就是說 其實你有很多的貴人會來幫助你 但是呢 你帶一個病福心 病福心就是說 你的工作一忙呢 其實你就容易生病 而且你會覺得 好像常常六神無主 就是你會覺得頭暈暈的啊 然後常常有一些無名病痛 就是這個病福心來幫你 就是來作怪 所以說呢一定要去 我們講說廟裡啊 求個藥師佛或寄個病福 也是可以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生肖屬猴 屬猴就稍微辛苦一點 雖然他有第九名 但是他犯了一個天狗跟釣客心 這個天狗心呢 代表官司是非小人的問題 所以如果你有天狗心來入座的話 要特別的留意這個小人跟官非 尤其呢天狗心最怕什麼 就是酒駕 新的一年啊 酒後駕設絕對是不好啦 但是呢 屬猴因為有天狗心入座 最常容易 你連吃姜母鴨都會出事啦 沒錯 因為投機取消 你認為沒事沒事 反正喝個冰火也沒怎樣 但是一喝就被抓包 就是這一個部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生肖屬猴 哇 屬猴很恭喜 整體是第三名 因為他有一個紅藍心動跟天德心 哇 非常的旺 屬猴像演藝圈 像Selina 有沒有 他之前經過了這一個 我們講說 就是火的問題 火紋身 那其實他新的一年呢 他有很好的契機的發展 所以生肖屬猴呢 明年紅藍心動 想要懷孕 想要結婚 生小孩的 再新的一年 絕對有機會 好 來 再兩個把它講完 好 最後兩個呢 就是前兩名呢 前三名 前兩名 就是生肖屬狗 他有一個降薪跟金貴 這個降薪呢 代表說他新的一年呢 他可以做出他的公民 做出他的事業 而且這個事業呢 可以得到豐收的成果 跟結果會入袋 而且金貴就代表一個很大的財庫 所以新的一年呢 他的財運是第一名 然後事業也有成 非常恭喜 那最後一個就是屬猪 哇 屬猪呢經過蛇年 去年太歲的洗禮 他正衝嘛 所以呢 他有個紫衛心跟龍德心 只要我們在新的一年是正衝的 去年是正衝的 新的一年一定會有紫衛心跟龍德 代表什麼呢 代表你可以運勢呢 就是馬上翻身翻紅 屬猪太年了 非常的恭喜 是 太甜了 好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有這三十五年 我們這三十五年了 我就是三十五年了 新聞 畫畫畫 來啦 大家最關心的也是高市啦 對啦 高市怎麼樣啦 明年的股市喔 基本上來說 因為太多小型公司從大陸轉過來 今年最旺的 就是去年最旺的股票 都是F系列的 從大陸來的 那個很旺 那麼另外其實明年有三個產業 今年有三個產業一定要注意到 第一個 文創 你知道在前年的時候 政府中觀光嘛 所以跟觀光食品的股票都大漲 那麼去年開始中生計 所以生計股也開始大漲 那今年是什麼 就2014年今年是文創 所以文創族群的股票 可能很多要上市 甚至新貴一定要好去掌握文創 第二 今年第三方知戶 一定會給大家滿意 我想政府會慢慢開放 而第三方知戶代表的是整個商城 所以網路交易商城 包括遊戲軟體 這些東西因為景氣悶 突然悶轉好的時候 都會比較旺 所以第二族群大家可以留意 就是我們說遊戲軟體 或者是商城第三方 特別是第三方知戶 會非常非常好 那麼最後一個什麼東西呢 因為今年是4G年 就是所有廠商開始要推4G 所以4G的設備廠商上中下游 都會不錯 所以今年大概這三個產業會滿好的 另外一個產業是什麼呢 就是皮級泰來 太陽能 最近太陽能 尤其太陽上有的矽晶元價格 不斷往上上升 為什麼 因為日本現在確定要做太陽能 台灣搞不好也會轉向 做一些太陽能 而且最重要的事情 台積電成功了 台積電它現在多層 那個薄膜 薄膜多層就是GIS GIS這個東西呢 它的效果多好 它的成本跟用煤炭發電的成本 在兩年之內接近 所以這個東西會大好 所以今年太陽能的狀況 也會走向穩定 LED也會小聲 所以整體來說 今年的股票在電子夜市有一些轉機 人家很多國家都創新高 對 哪裡創新高 沒有 這總統的問題 一定要先問總統的浴室 才知道我們台積 這個很難回答 但是可以確定一件事情 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對今年的狀況 會開頭悶 下半年好的原因 其實不是我們外在環境 還是內在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股票 其實房地產在漲的空間 已經有限 這大家都知道了 這些錢會去哪裡呢 這些錢政府開始鼓勵做股票 所以股票成績要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我可以看一件事 所有事情一開始要看中秋節之後 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去年中秋節發生什麼事情 那你再看今年 你就會比較清楚 我給各位看一下 這是融資 我們其實很久沒看到這件事情了 融資 融資育額 對 不斷的往上走高 所以表示市場 多少到多少 從1700億 現在已經到8000 這指數 到1950億 增加了250億 可是數字還在增加當中 只知道這往上 那為什麼要談股市 產戶有一點回來 回來了 有一點 我說有一點 有 那1200個每年成交百億的已經回來了 以前最慘的時候是有600個而已 現在已經回來 那我要為什麼要說這件事情呢 我自己感受很深 就是去年的時候我去講個演講 在南京東路一個咖啡廳 那我知道我前兩年去的時候 那外面都沒有人 我那天禮拜六去的時候我怕了 樓下樓上都是人 你知道那個地方是股票大 大家都談股票最多的地方 人人都我怕了 剛剛我講的不是台灣的 我講的是外國的房地產 但是你可以感受到 那個人潮很洶湧 所以估計起來 如果說股市好的時候 其實消費是會直接增加的 增加的 那那個王老師這邊 可不可以提供一個犯太歲的故事 這個 我問事到現在 讓我最深 最感到人生最大痛苦的是什麼事呢 是你明明可以救他 可是他就不願意讓你救 我們眼睜睜的看他出事情 這是讓我感到最痛苦 最傷心的一件事 這個要講到這個原本來問事是他 一個媽媽帶他女兒來問 女兒來問是因為 為什麼來問 因為他做了一個夢 所以他女兒做了一個夢 夢到很奇怪他才要來問 那這個夢要從這個夢先講 大家才可以有交代清楚 這個 第一個夢 他說他坐上禮車 他結婚了 要坐上禮車 然後禮車開始前往南方的家 我聽到這邊我說說 你是要結婚了是不是 對 他要結婚了 那當禮車看到南方的家中的 巷子口還沒有轉進去 禮車就忽然起火燃燒 那新郎看到這個禮車 跟司機看到車子失火 就趕緊跑下來 跳下來 那跳下來之後 說這個什麼 這個我就問他說 你夢到這個車子有沒有到南方家 還是都到巷口 有沒有燃燒到一直往前開 開到到大家起火 沒有 那沒有的話 就是說在巷口就起火了 還沒有到他家 這個很重要 為什麼要問這樣 因為你如果還沒有到他家 那可能這個婚結不成 你車還沒到嘛 對 合理 對 這樣 所以我們看一下這個 因為趕緊逃下車 就是還沒有到他家 所以有可能結不成 那個時候我有判斷 其實我心裡面都有一個判斷 那第二個片段是說什麼 當他們三個臉逃出去之後 這個新郎口袋都忽然掉出一張那個什麼 單子 這個單子 這個新郎要去整個單子的話 這個單子說起火燃燒 那個單子是什麼單子 那個新郎說他夢到這個單子 是他的結婚日期那個單子 所以我在想說 那結婚這個婚結不成 是不是跟這個日期有關 因為當時他也沒有帶日期單子來嘛 可是現在夢起來結果是怎麼樣 你這個問題 確實是跟你的結婚日期有關 可是你要 等一下 這個女生是結婚前夕做到這個夢 沒有 離結婚還有一個多月 對嘛 一個多月 她做到那個夢 她很害怕很緊張 所以就請媽媽帶她來問就對了 所以這兩個片段 都是她在夢中夢到的 對 同一天夢到的 同一個晚上 然後她就 聲明在指示說 你這個確實是結婚日 可是你畢竟你沒有辦法做主 你這個還要會那個難方啊 所以你如果真的要了解的話 你要找你的未婚夫來 這個是新郎來 然後把那個結婚單子帶過來 那剛剛一個禮拜 那個她媽媽跟這個女生 跟她的未婚夫全部都來了 全部都來了 全部都來 她坐下來之後 她就跟我說 她女朋友回去 那個未婚夫女生回去之後 那一天晚上她做了一個夢 是 新郎 新郎 對 新郎做了一個夢 這個夢我就覺得 這個真的是要講一下 這個新郎換新郎夢境的解釋 所以她即將要結婚喔 所以說呢 在這個門口啊 新郎在這個門口呢 人家結婚不能掛八仙菜 然後八仙菜呢 掛好的時候呢 烏斬地震 地震天窯地洞喔 她這時候聽到 砰一聲 她一回頭看看 看到裡面的 陰島的神桌 是為她倒下來 都很不吉利的 那倒下來之後 她轉身呢 要去把神桌扶起來之後 要轉頭 回頭過去 轉身過去的時候 她掛在門口上面 那個八仙菜掉下來 都回頭去轉到她的頭 她聽到一段 吹氣咬下去 這個夢 吹氣是很嚴重的 這個夢非常的重要 她除了這個問題說